短弓打是打得到 但是他居高临下 杀球也容易打中咱们呀 这样就有点吃亏了 我现在派出小飞鼠 看能不能飞上去把他引诱下来 你不用瞎忙活了 这老铁突然就掉下来了 哎呦 还摔掉不少血呢 很好 他已经残血了 就剩这么一丢丢 三五下就能让他入土为安的 哎 我弓箭好像打不中 他好像被卡在杀块里面出不来了 这家伙叫杀员领主 居然还会被杀块给困住了 哎 话还没说完 他就出来了 赶紧往死里怼他 他旁边就是湖泊了 我怕他随时会碰到水就开溜了 就剩这么一点血 让他跑了就亏大了 必须拿下他 哎呀呀 他冲过来把我给干掉了 那就收鸽子进站了 我哪个去 直接吃到嘴里细脚慢咽了 大哥 都快打死他了 你倒好 还大摇大摆地给他输送新鲜血液 我怀疑你们是一伙的 你脑子精髓了吧 就算是一伙的 我也不会拿自己的命来霍霍啊 看到没 他已经被我干倒了 这总能证明我不是跟他一伙的吧 不跟你扯了 我放个情侣鸳花 先让沙虫炮消停下来 好了 天放情了 沙虫炮我也拿到手了 现在用太金铲来敲几组杀块 给沙虫炮备毒子弹 那你慢慢瞧 我要继续来安放炸药桶了 等部署好以后 准备再次召唤沙虫 不搞多一把沙虫炮 我都没有像样的远程武器呢 好家伙 这才一会功夫 你就放出这么多炸药桶 我都担心沙虫一出来 就会被吓傻了 反正炸药桶不用钱 我就尽情的挥霍咯 这车不会像上车那样了 因为我把爆炸范围扩大了很多 等会沙虫一出来 一定会被炸到怀疑人生的 不行 我得来召唤出小飞鼠旗上 然后飞高一些来看 才能看得出这场面有多壮观 你小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待会引爆的时候才是最测计的 麻烦把情侣鸳花给放一下 可以邀请沙虫来吃炸药桶大餐了 好嘞 马上来搞起 很期待能够看到 沙虫被炸到哭蝶喊娘的场景 那你就祈祷它 能生成在制堆炸药桶的中间区域 保证让你一饱眼福 沙虫暴开始刮起来了 你站得高 盯紧一点 看看它出现在哪 没问题 我一直在扫描呢 哦吼 出现在跟上次差不多的位置呢 我准备来引火点爆了 可以可以 幸亏我特意在这个位置加强了部署 所以这里的炸药桶数量稍微会密集一点 马上就开炸了 哇哇哇 只要爆掉一个 其他的几乎也被连锁引爆了 场面确实很壮观 但好像没怎么炸到它呀 血量也没掉多少 那我只能用帽子生命危险 靠近继续放炸药桶了 那我来帮你点燃了 这样你就可以一心一意释放炸药桶了 呵呵 我谢谢你 我看你是想让我一心一意 跟着沙虫一起被炸飞吧 我来个去 这家伙是魔鬼吗 我在那么远的地方看戏 也会被生吞了 宝影来得还挺快的呀 你要是在恶作剧随便乱点火 别说沙虫不放过你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大哥 你怎么割破肘往外拐的啊 我这不是怕你安放炸药桶后没引爆 沙虫就挪地方了嘛 所以才快速引爆的 不用你瞎操心 你看我自己点燃的 不是照样炸到它吗 而且我还能全身而退 你把它炸飞到我这边来了 我又要被它吸进嘴里了 哎呀 血量不足 直接被咬死了 小菜鸟 走开走开 别影响我的发挥 我继续来开战 好吧 你行你上 我退后远程攻击和看戏就好了 好家伙 看来大师兄还是有点三脚猫功夫的 短时间内就把这老铁的血量 炸掉一半多了 而且地面还炸出大坑 它都掉里面去了 糟糕 它又在戏我了 你是诚心来捣乱的吧 一靠近就给它补血 不管你死活了 连同沙虫一起炸掉 好 你个没良心的家伙 你这样也很容易没朋友的 你再不走开 别说没朋友了 连命都要再测没了 你这手术可以啊 刚炸完一次 立马又要来一次 那必须的呀 这叫做效率 我估摸这一车爆炸后 这老铁差不多就入土一安了 还差一丢丢呢 这种小事就不用劳烦大老 您动手了 我来解决它就行 就你那点小心思 哥早就猜透你了 星星给你班 反正土豪的我不缺